新北市政府考量到新北市社会住宅存量逐年增加 需要强化营运管理效能 而现行的都市更新又有许多的因素 导致无法适时的推动 因此参考国外成功的经验 成立了行政法人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会在新店区的新北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主要管理社会住宅 同时整合公司部门的相关资源 协助民众办理都市更新 以独立组织来执行相关的业务 我们住宅中心成立于民国110年的1月1号 那当时是由市府城乡局这边 他希望能够引进民间的专才跟企业化的经营 来推动新北市的社会住宅及都市更新的一些政策 因为社会住宅它的管理上面 它必须要有这个企业的经营 还有一些专才 那这些对于公部门的一些单位来讲 可能比较缺乏透过我们中心去在民间单位 找寻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人士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行列 来经营管理这个社会住宅 那至于都市更新的部分呢 因为新北市的福源非常的大 那碍于四个市府的这个人员的编制 还有工作量的这个的问题 所以透过我们新北住宅中心一起跟市府一起来推动 这个专责机构不但接轨社会住宅的营运 在公办都更评估 协助民办都更等方面 也希望可以透过企业化的经营模式 引入民间的专才提升营运的品质 住宅中心这边提供的服务大概就是在民办的部分 有全案管理跟都市更新顾问 那民众可能对住宅中心比较不了解 可以先透过我们的相关的网站 还有说明会的方式来跟我们咨询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中心会派员到这个社区 去跟民众来说明一下 如何跟来推动这个都市更新 那我们也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些合作 那我们可以帮社区来做全案管理 包含了前面的招商 到后面的在都市更新的过程之中的 一些相关专业上的一些咨询的解决 考量到三鲁地区有许多相关业务的需求 中心预计在今年下半年 也会在三重设置新的据点 希望加汇三鲁地区的民众 可以就近咨询或是提供服务 记者高新峰林景云新北市采访报道 中心预设置新北市采访报道